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他的六个国家都说不叫G7 叫G6 plus 1 也就是G6加1 他们说的这个加1就是美国 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根本没有跟其他六国站在同一线上 但是让川普真的很火大不断的在推特上面发文的 就是站在他旁边这一位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你可以看到在这一张照片上 两个人本来还一团和气的说要打破关税壁垒 没有想到川普前脚才刚走要来参加春经会 杜鲁多就开记者会批评川普根本就是钢缕关税壁垒 而川普呢不能忍受被人统一刀 所以美国官员也直接放话说地狱会留一个位置给杜鲁多 让G7形同破局 和乐融融的景象没维持多久 美国总统川普因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记者会气炸了 杜鲁多批评川普刚屡关税壁垒 加国宣布7月1号展开报复性措施 川普觉得被人捅了一刀 加拿大竟然来因的 他不断推文痛骂杜鲁多 在G7峰会期间表现温和谦逊 我离开后就说 美国关税是一种侮辱性的行为 杜鲁多非常不诚实 而且软弱 美国官员说重话 美加似乎快撕破脸 七大工业国原本团结一致 变成闹内后 川普急忙忙到新加坡和金正恩斗志 加拿大这时却上演一出围剿美国戏码 说好的兼唤贸易战争因川普拒签公报 骂加拿大总理形同破局 川普不把G7视为民主国家阵营 试图拉拢俄罗斯 其他贸易伙伴可没这个打算 而普丁则在中国大陆参加上合会 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大陆与俄罗斯印度等经济体携手合作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加强一带一路 大陆更提供300亿人民币专项贷款 现见亚太区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相较之下G7确实难堪收场 东西文章中刘一晴 好的确接连两场峰会都很重要 除了刚才的G7之外 川普就说俄罗斯赶快回来吧 俄罗斯没有参加G7 普丁去哪了呢 他去的是大陆在青岛举行的上合会 也就是上海合作高峰会 那么CNN都报导了 其实呢不要再管G7了 因为上合会其实是更有共识 更有实质的意义 他是不是也因此超越了G7呢 那么尤其明天又要登场的川金会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于川金会的影响又是如何 马上我们要联系给 东森上海特派记者任以芳 进一步报道 以芳 好主观众 大陆上合会在昨天10号顺利落幕 这次身为东道主的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邀请了俄罗斯 印度和以及中亚新兴国家 一起来开会 这次有什么样的共识结果 我们先来看 首先针对安全 还有以及经贸合作交流 有了初步共识 就是加强反恐 当然在这个延续大陆 一带一路的政策上面 各国呢 也做出了另外的一些发展调整 而当然还有此外 我们可以看到呢 包括像是人文 还有以及国家之间的 以后的互相合作呢 互联网也会是最大重点 不过同样时间召开的G7峰会呢 却是在分裂中度过 怎么说 因为七国元首 其实针对这次很多议题 像是塑料问题 气候变迁 都没有做出共识 甚至美国总统川普 在峰会还没有结束前 就先提前离席 来到了新加坡参加川金会 因此呢 外界也把上合会跟G7做了比较 上合会的协调能力 还有以及各方面沟通 似乎都是略胜一筹G7峰会的 而当然现在全世界最关注的 当然还是川金会了 未来川普 还有以及金正恩 会擦出什么火花 以及半岛无核化 停战协议是否会真的成真 在外界呢 也分析 大陆这一次并没有参加川金会 又没有会担心呢 会被边缘化 因此大陆官媒也发出声明了 尽管美方想要主导 这次的停战协议 但没有中国官方签署的这一个 这个签文的话呢 是无效的 换句话说 也就是川金会 尽管这次大陆没参与 但问题是 在以后的结果论的部分 一定要有大陆背书 才算是有效 所以因此会被牵动 川金会后续的结果发展 全世界都关注 以上时间交换台北 任何的峰会 甚至大型表演活动 恐怕都很怕遇到下雨 所以呢 现在连时尚界都不敢太铁齿了 最近呢 LV竟然还请来了巫师做法 祈求不要下雨 而且他们是特别重金 从巴西聘请了一位 萨满巫师 要来举行虔诚的区域仪式 说也奇怪了 当时天气虽然有乌云 但是过程当中真的是低雨未下 不过很多人或许不知道 萨满巫师 甚至在英国哈利王子结婚的时候 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而且萨满教 甚至跟清朝也有关系 Model们骑着马绕圈圈 现场却是下着倾盆大雨 这是时尚品牌Dio 5月26号在巴黎附近小镇 一处圆形马厩的户外发表会 最尴尬的场面 Model们走秀时 一点都潇洒不起来 心里肯定是五味杂陈 Dio这场大秀场面如此惨烈 让同业不敢再铁齿 隔州同样在法国登场的LV发表会 高层赶紧把合作过 一位法力高强的巴西巫师请回 专机送到表演会场 说也奇怪 当天虽乌云密布 真的撑到表演结束都没下雨 该名巫师是所谓的萨满巫师 出场被要六位数 真实身份并未曝光 萨满教是人类最古老的宗教之一 崇尚天地与大自然力量 在美洲一直很盛行 最近刚离开人事的旅游节目主持人 安东尼·波登五年前走访秘鲁就探访过 萨满巫师的神秘力量 萨满巫师身性仪式 用手中的石头放在波登的头边 以去除杂念 随后还以花瓣水为他浇头 据说有进化的力量 萨满教在亚洲也很普遍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 包括女真契丹等也都深受影响 在辽宁锦州有一座伊乌旅山 是古代辽国军事要塞与宗教圣地 至今仍保有不少萨满教遗迹 通过这小门就到了这个军事要塞 他们祭祀的祭坛 山上有祭坛 山脚又有石雕大锁 据说都与国运昌龙有关 别以为萨满教离现在文明很远 在好莱坞也有一位萨满巫师 常常为明星做法 相信萨满巫师力量的名人 还包括上个月才结婚的 英国哈利王子 婚礼为求顺利举行 同样找来萨满巫师祈求好天气 这钱花得值不值得 对名人来说至少是求个心安 东西新闻 江云青河中综合报道 说到了心安 很多人可能一天没有手机的话 就会心慌慌 甚至觉得快活不下去了 不过你知道吗 法国的教育部 他们对于手机的管制 比台湾还要严格 尤其最近法国的教育部 就寄出了一个手机禁令 针对的是中小学生 在全校都不可以使用手机 下课时间也一样 就是因为手机问题 已经非常严重了 尤其学生全部都当低头足 下课的时候都不出去玩了 只是一直在滑手机 反观台湾如何呢 其实台湾在2011年的时候 教育部就规定了 校园携带行动电话的使用规定 在上课的时候是不能使用的 那下课呢 同学的自由度又有多高 来看我们的专题报道 法国从2018年9月起 中小学都禁止在学校使用手机 因为法国教育部认为 学生当低头足会影响课堂秩序 还有教学品质 而在台湾大多数的国中 也同样禁止手机 上课中声响起负责管理手机的学生 正在收同学们的手机 好了第一把请请先交手机 通常一到学校同学都必须主动交出 因为校方规定在上课期间 手机禁止使用 我觉得这样比较OK 因为如果上课的时候可以使用手机的话 那这样班上就会一团乱 那有些人也没有听老师上课 对老师也不尊重 有时候就是自制力不大好 收好登记后 负责的同学会将手机 带到学务处一并管理 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收纳柜 同学将手机放好上锁后 离开保管室 大家都叫这儿是养鸡场 因为全校69个班级的手机 通通都在这儿 以学校的学生项目使用手机这个规范 我们家长其实是百分百是支持的 那股东生这个阶段 其实还没有自律能力 需要靠他律来帮助他 那手机就是一种会吸引人的东西 所以其实会有孩子是投机取巧的 我举个个案好 他就可能有两只手机 他就把旧手机拿出来交 可是新手机放在班上使用 我们还是有相关的规范给予存储 如果有违规 学校会依规定通知家长并且领回 要是学生再犯 严重会寄警告 甚至记过处分 而同样采取集中保管的学校 还有精华国中 失窃 手机带到学校来 它不见了 那第二个 他们的使用不当 会造成网路的批评 谩骂 那我觉得就有点像网路上面的霸凌 那这些问题一产生了之后 更严重的 其实就影响到上课的学习 我觉得集中保管是还算 还算不错 因为真的 其实老实说 就是心里会有一种 想拿出来玩的冲动 台北市几乎有九成的国中 都是采取集中保管的方式 来处理学生戴手机 来学校的问题 但是有没有更好 更积极的做法 让学生家长和校方 达到三赢的局面 与其一直在走向说严禁 孩子接触手机 因为怕他可能上网 会接触不当资讯 被骗被霸凌 或者说可能看太久的手机 会影响身心健康 那不如就是好好的借用手机 这个界面来跟他讨论 等于就是资讯教育 或媒体试图课程来教育他 该怎么用何使用 最终还是要让学生们知道 如何正确使用手机 才能保护自己又尊重他人 东森新闻 欧英俊 郑和铭 台北采访报道 好 现在的小朋友都玩手机 不过呢 六七年级车 应该都会看过灌篮高手吧 应该是一个很经典的回忆 那么为什么现在 有很多日本民众说 赤木琴子你不要再来了 赤木琴子就是灌篮高手里面的女主角 原来呢 这个是江之殿 这个日本海边小镇连仓 重要的一个交通命脉 尤其呢这一段沿着 湘南海岸并行的铁道 不但是灌篮高手漫画里面的经典场景 也是很多文青电影的拍摄地 当然这样子的背景 也让这条铁道成为了 外国游客潮胜的热门景点 不过热潮也会带来负面效应 不但是呢 是人潮挤爆了平交道 甚至还会有游客乱入 墓园跟住宅区 大家都想来当赤木琴子 让居民不胜其扰 提到湘南海岸 很多动漫迷就会想到她 灌篮高手片头曲中 女主角琴子站在平交道 和一幕花到挥手 经典场景正是出自 连仓高校前的平交道 许多游客到此朝圣 有人穿球衣在平交道前拍照 还有新人干脆在这拍婚纱照 灌篮高手让这里成为全日本 辨识度最高的平交道 电影和动漫的加持让许多游客 来场铁道之旅 但连仓市人口也才17万 2017年造访的人次就多达2300万 小地方根本无法消化 也衍生不少问题 有游客为了拍照乱入住宅区 甚至走进墓园 而居民搭电车更是困扰 随便就要等一个小时 当地的江支店从去年开始发行 沿线居民知名书 让居民可以优先搭车 人气动漫取景加持 也让许多外国游客 专程来趟圣地巡礼 像是祁福县的飞滩古川站 这个从窗口探出去的景象 就和动画电影 你的名字一模一样 很激动 今天早上很早就到这边了 然后我们就去拍照 那些就到电影的场景去拍照 而人气日剧月星交期 许多经典场景也成为朝圣的对象 横冰还推出月星交期地图 让粉丝暗图所记重回经典场景 粉丝追剧带来观光笑意 如何不让义乌风的人潮干扰当地 原有的居住形态也值得深思 东森新闻陈慧珍 萧伟林报导 好 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消息 也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今天下午五点多的时候 在新加坡举行了记者会 那么他也强调了 也就是在明天即将登场的 这个川金会 美国是只能够接受 北韩完全去核化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更进步的状况 我们要连线给国际中心记者 钟晨杰报导 川金会12号早上即将举行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也在前一天下午召开记者会 先向北韩来个下马威 蓬佩奥表示 如果北韩愿意放弃核武 川普总统也会保证金正恩的安全 同时如果北韩采取正确步骤的话 美国还将为北韩引入外资 投资北韩帮助北韩发展经济 此外蓬佩奥也在记者会中 再次感谢新加坡政府的帮忙 让川金会得以实现 大陆厦门航空去年到台湾 招聘空服员 从2300人中选出45个人 在今年的海峡论坛职工大会上面 展现训练成果 大陆企业开出了高薪招揽人才 空姐示范紧急从机上逃生 还有急救应变 这批厦门航空空姐全是来自台湾 厦门航空首次到台湾招聘空姐 从2300人中选出了45人 这批空姐经过一年的培训都已经上线 未来下航还会持续用薪水高 福利好的优势招揽台湾人才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 就是踏出台湾看看世界的机会 也因为地缘境文化差异就也不会差太多 是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如果我们以后转正的话 待遇就会比台湾的 我目前知道的台湾公司会高一点 大陆提供优渥条件 慈悉台湾年轻人 爱喝咖啡的苏先生 也到厦门开了他的第一间店 我们做精品咖啡 可能台湾有十分之一的人口 在大陆这边可能是百分之一的人口在喝 但是我觉得这百分之一的人口 就比台湾还要多更多了 28岁的苏玉成原本到厦门当剑道教练 加上发现当地民众对咖啡接受度也高 决定创业开店 从泡咖啡拉花全都自己来 第十届海峡职工论坛 找来两岸的各行各业战事专业 还有来自台湾的医疗科技 也决定进驻大陆市场 等口老化的趋势来说的话 糖尿病其实在中国大陆 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市场 甚至比台湾都来得大非常多 随着大陆经济日渐蓬勃 不同的产业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发展空间 台湾人才持续西进 预料将会更加频繁 东森新闻黄建伦邻军坊 下面报道 好来看到日本的动漫文化风行 对台湾也有影响 像是cosplay角色扮演 现在竟然成了一种职业 还传出有人因此花了190万跑去整形 就是为了要当cosplay的人 那么在整整形之后呢 可能短短几小时的表演 轻轻松松就有几千元入带 来看我们的专题报道 三 二 一 谢谢 新穿女服装个别和男粉合照 眼睛顺名蒙昧 这是日本人气cosplay玩家 别看他一场粉丝摄影会 拍照一分钟加上会后交流 就能进账台币两千七 一般工作室内也会用这些参与 每个月有两到三次摄影会 乌拉玛鲁大约能抽两三成 加上和经纪公司签约 固定有台币八点一万月期 看似好赚但风光背后 其实得下不少功夫 甚至有cosplay玩家 为了让装扮更加完美 狠扎190万整形 想成为一名专业的cosplay 其实并不容易 背后要付出的努力 恐怕超过你我所能想象 不信我们来问问看 板田银石 可是人家只想当糖粪王 你认真一点 专业cosplay玩家绿叶 扮起迎婚男主角 板田银石微妙微笑 他19年前一位朋友邀约 参加曼博会 自此便和cosplay 解下不解之缘 为了让扮相更加精细 他不但开始学习裁缝 木雕 皮雕等 甚至还远赴纽西兰留学 烧掉百万 那个时候为了要cosmobie 这个电影里面的角色 那因为摩羯电影里面 有很多的道具 然后很多的发妆跟衣服 都非常的复杂 那我很想要知道 他是怎么做出来 大学毕业以后 就是去纽西兰留学 然后学特效化妆 立月在cosplay玩出一片天 除了正职工作 还曾多次受邀担任评审 多间高职和大学彩妆科系 也都争相请他授课 加码通常看课程 难易度而定 大约几千到万元不等 有cosplay玩家转眼妆法 有的则热爱表演主持 大家好我是Misa 米莎 我是毛毛 猫猫 我是小羊 专业cosplay玩家 Misa 毛毛和小羊 同样对cosplay十分着迷 为了解更多活动 也是下足了功夫 过去认真经营粉丝团 举办生日会 还上说话表演课 补习英文 让他们国内外主持等 邀约不断 暑假或寒假 都会有那种同人场动漫展 然后我们会就是出售自己 就是拍的 拍摄的cosplay作品 那我大部分是会到国外当嘉宾 就是收那种表演费 然后或出场费 专业cosplay玩家 外表看似光鲜亮丽 短短几小时数千元入带 但只要去了解 他们背后所付出的努力 就会了解 想从事这行 其实并不容易 东森新闻王红颜 文字有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